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王一博,演员的瑞辩,明星的成功之路。 近日,在中国电影金鸡奖上,长空之王成为最大的赢家之一。 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个年轻人的成长历程,同样,主演之一的王一博也成为了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。 在备受瞩目的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上,导演刘小士凭借此片荣获最佳处女作奖,证明了他作为新一代导演的实力。 刘小士的作品《长空之王》讲述了年轻飞行员的经历,并首次展现了他作为一名新人导演的天赋和才华。 男主角王一博也被提名为最佳男配角,这让整个剧组成员激动不已。 在采访中,刘小士表达了对王一博的认可,我深信一博会是一名潜力十足的演员。 他非常勤奋并且对自己充满信心。 值得一提的是,剧中的另一演员于是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。 他以精湛的演技征服了观众,并得到了导演刘小士的高度赞誉。 刘小士强调了两人在演艺事业上的坚持,他表示, 我在片场上花了大量的时间,确保演员的理解和表达,从而达到最佳效果。 我们都了解,要想做出一部伟大的作品,必须建立在严谨逻辑的基础上。 虽然面临着诸多困难,两位主演凭借汗水和智慧,展现了优秀的演技和辛勤的工作精神。 他们的精彩表演得到了广泛的好评,引发了无数话题。 《长空之王》虽然是一部关于飞行题材的作品, 但背后也映射出当下年轻人面对困难的心态和决心。 刘小士用他独特的视角描述了这些航空人的成长历程, 为当代的年轻人点亮了一盏明灯。 在演艺录上闪耀的不仅是剧情, 还有每一位演员的努力。 凭借其才华和坚持, 王一博和于世的成功昭示了年轻一代的进步。 刘小士的话激励着每一位喜欢追求梦想的年轻人, 在困境中奋力拼搏。 《长空之王》里的人物之所以让人难忘, 是因为他们用表演和实际行动向我们传达了一种勇敢追梦的理念。 让我们见证着新生代演员们闪耀出属于自己的光辉。 这样的主题引起了广泛的共鸣, 让这部电影在众人眼前呈现出一种无穷的魅力。 导演、演员们的共同努力, 使得这部影片成为业界的一股清流, 带给人深深的启示。 这也让我们对未来有更多的期待, 期待他们在以后的日子里持续发光发热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